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命 什么是仙 什么是忠 神机秒算 缠不平 背弯了人不过 天地之间有感觉 那托是老百姓 乘坛自由 跳墙山 你就是那定盘的诗 神机秒算 缠不平啊 天地之间有感觉 你就是那定盘的诗 神看此条江山 一二一二哦 你就是定盘的诗 什么是啥 什么是金 什么是理 什么是情 留下多少好传说 想给那后人听 留下多少好传说 想给那后人听 留下多少好传说 想给那后人听 想给那后人听 惊 sharing 请 大神呢 今儿怎么这么清静啊 这就是你说的 香火很旺的白云关 是很旺 你看这香炉 这香都燃着呢 也许我一来 这香火就没那么旺了 我是克星 大神呢 是藏起来了 难道是羞于见我 二位 今日为休不开庙 听说你们这位大神仙很灵 灵得很啊 我倒要看看 走开 这这这人 这位是胡大人 大人 您怎么了 这 就是你说的大神 是啊 我认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刘伯温啊 刘伯温 这回你玩笑开大了 竟然装神弄鬼起来 我要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刘伯温 刘伯温 求大神原谅 刚才那人 他 他 他犯了病啊 求大神 树小的不敬 树小的不敬 你怎么能带这么一个疯子来 你不怕大神怪罪吗 是是是 还不快走 果然不出先生所料 这胡卫庸的密报上说 刘伯温在金华私自建造妙语 还为自己素神像 半老道 是 还说 这刘伯温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敛财 皇上 这里写得很清楚 他与金华的王神仙 狼狈为奸 欺骗百姓 每日的香火供品 竟是珍奇之物 敛财无数 那个胡威庸和李善长 之前不是去过神仙府吗 是 怎么又反倒摇起王神仙来了 皇上 咱们安排在刘伯温身边的人 已经报了 王神仙 已经被刘伯温逼得散尽家财 烧香入道了 怎么心事重重的 想什么呢 朕要去金华一趟 要不要多加点葱花 加吧 好嘞 来 烫着 给 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 去就去呗 干嘛愁眉苦脸的 去干嘛呀 去拜神 你别笑 朕跟你说啊 那个刘伯温呢 在那里 素了一个像 把自己素成神仙了 这事你还笑 再笑朕不吃了啊 行行行行 不是我说你啊 你简直就是那个小肚鸡肠 玩不起了是吧 真玩不起 那刘伯温 那刘伯温把自己当成神仙 让别人对他顶礼膜拜 那朕成什么了 那你说这事气人不气人啊 有什么气人的呀 他说自己是神就是神了 就像你 大伙口口声声管你叫皇上 你就真是天子了 什么意思啊 难道朕不是吗 你不是 你呀 你是个叫崇巴的放牛王 你呢 讨过饭 当过小和尚 要不是因为你呀 打仗出生入死 靠着你的努力 靠着勇敢 还有那个小聪明 靠大伙帮你 这不才得了天下吗 放肆 我还就放肆了 你怎么着吧 踢这个破凳子算什么本事啊 有本事你把这儿都砸了 砸就砸 好 接着砸 你等着 来这个 你把这个也砸了 小气鬼 不敢砸了吧 看老娘砸给你 行了 行了 砸不得 这只一两岁银子呢 小气鬼 你还添子呢 土包子 扣门 有本事你接着砸呀 不砸了 砸累了 砸一个小酒中 您就累了 我想砸就砸 不想砸就不砸 管得着吗 小气鬼 赖皮 朕礼贤下事 朕想听听 你怎么看 我一个妇人 我又不是什么下士 再说了 我说的话又招人烦 我不说了 妇人 算朕求你了还不成啊 你要说了 朕把这花瓶赐给你 这花瓶本来就是我的呀 一个物件 赐我两回 就说这装修宫殿的时候 你就拿铜来冒充金子 没见过你这么抠门的人 这会儿是我抠门了 这当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你说的呀 用铜代替金子 为了解解 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要真金的 行 给你换金子了 明天我叫人 把你的马车 外面全涂上一层金 好不好 又漏了你抠门的底了吧 就涂上一层金啊 那就不错了 金子啊 那身外之物 治国才是硬道理 咱俩是志同道合 那是志同道合 来 夫人 请指教 那你不许生气啊 好 朕不生气 这俗话说得好 出了头的船子鲜烂 刘伯温太聪明 他遭人恨 招人妒忌 这点皇上 你比谁都清楚啊 连皇上 给他封的右丞相 他都不当 他告老还乡了 何苦在那荒山野岭里 塑像建庙 他干嘛呀 出名 敛财 这你也太看低他了 连我都不信 若是我 我根本就不去 我还是要去啊 这在宫里太久了 我得出去走走啊 走走也好 你就是别生气 看你说的 我哪是真生气啊 我这心里有什么腻闷 我也就是跟你说说 对外人 我能这样吗 那宰相度里能成船 那天子的度里面 那怎么也能 成下一座山吧 成天天子天子的 你还想把天 装进你肚子里啊 你别走 等我再做两张心饼 真不想吃了 我是托你带去 去敬那神仙的 你先到外面转转 我得给他重新做 要做带馅的 还做带馅的 当然了 精神岂能带慢啊 好 皇上他要亲自出马了 这件事 你能保证不出叉子 学生敢保证 我早就用我这双 火眼金睛 勘察过了 那模样 就是刘伯温 到时候 我再安排几个人 往那送贡品 让咱皇上瞧瞧 这刘伯温 是如何敛财害名的 老师 这次是人证物证俱在 还有他那新雕刻的神像 摆在那 即使他长一千张嘴 他也辩解不清楚 还带馅呢 还带馅呢 还让他当着我的面吃 皇后啊 你要搞什么名的 皇上 前面就是金华府了 不进城 去白云观 是 直接去白云观 是 直接去白云观 让我给白云大神 上公品 还得是金子 可是小的 把这全部家产 都捐给穷人了 你哄谁啊 像你这种人 还能不留点底子 真的 小的都捐出去了 要我捐金子 干什么呀 帮你把失去的金子 全拿回来 我不信 那下午皇上 要来白云观 你信不信 到时候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所以 你这供品 必须越多越好 这样才有分量 你想想 皇上要是 看见这老道士 如此搜刮民财 他能做事不管 所以 你就是拿出一点金子 换回你所有的财宝 你明白吗 不肯 那算了 我找别人去了 不过 皇上清算的时候 你可别怪没你的份 等等 您可答应了 我要是拿出金子了 回头您让皇上 帮我把失去的 那全部的家产 都给我追回来 我的话你不信 可皇上的话 你信不信他 信 一言未定 得嘞 禀报皇上 落教 皇上 前面没路了 教了上不去 没有路了 那朕就走走 皇上 要不您骑马 骑什么马呀 这好久没爬山了 爬吧山 跟上朕 是 跟上 快点 走 快快快 别露了马脚 走走走 快点 大人 来了吗 王神仙 已经带着东西 在路上了 你先让他在那儿等 叫他再上来 是 想当年 我一个人顶十个人的脚力呢 是 皇上 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 还有 还有多远 还有 两三里路 已经能看见了 哪 上面 你看 朕那个石盒带上没有 带上他 走 给那个大臣呢 烧第一炷香去 是 跟上 这 坏人了 后面跟着呢 两脚子人 轮着休息 臣胡为庸 拜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不愿千里清临 臣不胜感激 平身吧 谢皇上 你那么费尽心思让朕过来 朕怎么好意思不来啊 你说的那个刘伯温的雕像呢 不不不 那神像 在里面 在里边 对 臣前几日来过一次 亲眼所见的刘伯温 照着自己的模样素了相 简直是狂妄之极 走 进去 皇上小心 他又见皇上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神像还蒙着脸呢 回皇上 是因为正在修膳不便见皇上 我看是心虚吧 我看是心虚吧 怕让皇上看见了 来 怎么 连这神像也怕朕吗 快点解开 不急不急不急 朕先看看这道观 这用料也很一般嘛 没什么新奇的 那是 那是 可是叫人上的贡品 就不简单了 一夜荒 叫周围百姓来上贡 不过 就是些香烛馒头之类的 还能有什么 开始 臣也是这样以为 可是 截然不同 来了 金华王某拜见皇上 这是上贡给刘伯温的 不 给大神上贡的 那箱子里 全是贡品 上次臣来过 这 大神 不不不 给刘伯温上贡的 可谓成千上万 每天都有 抬起头来 你这箱子里边 可是贡品的 是 是给白云大神上的贡品 都是什么贡品 都是小的 终身的积蓄 终身积蓄 那到底是什么呀 是 金子 一百钉 你怎么给这大神 如此厚重的贡品呢 大神很灵 很灵眼 如果小的 不给上贡 他便 便 不上贡 便什么呀 说出来给朕听听 他便要 他便要 你有话就说嘛 有皇上给你做主 任凭他什么妖魔鬼怪 都奈何不了你 是 若小的 不给上贡 他便要 毒死小的 什么 这么个神像 他要毒死你 皇上有所不知 这白云大神 不是 这神像 他曾 变成老道 吓唬小的 你就是那个 金华的王神像吗 正是小的 看来吓得不轻啊 拿来看看 看看他带了什么贡品 快打开 让皇上看看 这 还有吗 没有了 是朕眼花了吗 这什么呀 胡大人 连个馒头都不认识了吗 还要里三层 外三层扒开来看看 不是 不是 这不是真的 小的今天早上明明 把那些金子 全部都放进去了 这怎么会呀 这 这 这花啊 怎么会 早上起来 把这金子装进箱子里了 不知怎么着 这金子就变成馒头了 是这样吧 皇上饶命 饶命 你们真是当朕是傻子呀 给拉下去 是 皇上饶命 求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皇上 来啊 把这馒头收拾收拾 扔在这可信了 是 这戏演得够刺了 不值一看 你们怎么排练的 皇上 真没有排练好 不不不 不不 是皇上误解臣了 不不不 是皇上误解王神仙了 这王神仙为了这白云冠 贡献了所有的 那是他愿意吗 皇上 就算这王神仙发了婚 可皇上 也不能连着神相看也不看就走啊 不管怎么说 他刘伯温就凭私自塑像 冒犯了皇上的天威 足够判他忤逆之罪 你真的非要让朕看 看 请皇上一定看 你想没想过朕不看 是给你这个 别搅的戏班的老板 录个面子 皇上 臣的演技有限 可是 对皇上的忠心 皇上可见 朕不知你对朕的忠心如何 朕只知道论斗心眼 你根本就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皇上 请一定看看 那好吧 把布曼给朕拉开 是 朕的眼睛再花 刘伯温的脸 朕还是认识的吧 这 这 这不对 不对啊 皇上 皇上 我发誓 前几天还不是这样的 这 这肯定是被人换了 你们谁换的 你们说说 这神像换了吗 回皇上 小的一直在这儿上香 这神像一直在这儿 从没换过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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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换过 我没换过 我说过 你不是他的对手 把石盒拿来 朕想要和这个会变脸的神仙 好好会会 皇上 就别跟着朕拉 是 柳伯温 柳伯温 你赶快给朕出来 坏了 这次祸双大法了 快 走开点 在下是都尉府的 请通融 是 手在这儿 藏猫猫呢 不敢出来啊 还是嫌我带的礼物太轻啊 把朕这凡间的天子 不看在眼里是不是 好 好 刘伯温 怎么 让朕像民间百姓一样给你下跪你才肯出来是不是 皇上 不用不用不用 臣在这儿呢 臣 刘伯温 拜见皇上 你就是那大神啊 不是 朕看着也不像啊 这怎么弄得跟个土猴似的 是 是 扶朕上去看看 皇上别去了 脏 再说还得爬梯子 梯子怕什么 朕从小爬树长大了还怕爬梯子 扶朕 好好 有点意思 扶朕 朕 慢慢 皇上 慢慢 慢慢 好玩 他笑着呢 笑着呢 没事 没事 好玩 好玩 那天啊 朕叫人把朕的那个大殿也改造改造 朕也藏起来 朕给文武百官也来这么一个隔空虚话 别别别 皇上 那文武百官得吓死多少啊 大哥 许你下人 不许朕下人 就在这儿天天在我猫着 装身弄鬼 感觉好吗 还可以 你呀 从装疯到装鬼 你这本事越来越大了 没没没 皇上 那比皇上还是差一劲的 怎么说 臣装疯弄鬼的不过方圆百里 皇上那是玩弄天下 那朕哪天把天下借你盘 臣不敢 咱们谈正事 你可知道朕为何前来啊 臣知道啊 肯定是有人弹劾臣呗 说臣私自塑像 号称神灵对皇上大不敬 再有就是装神弄鬼 欺骗百姓收敛钱财 八九不离十啊 朕想听听你作何解释啊 臣作何解释啊 皇上心里明镜似的 我有什么可说的啊 朕就是想听听你当面解释 皇上 臣装神弄鬼 可也是为了震慑这一方的小鬼啊 太笼统了 朕要听细节 朕可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 臣的故事 每天都有人给皇上汇报了吧 不成不成 此人已经被你给收买了 跟朕这儿敷衍了事呢 而且呢 他说的事情 跟流水账一般 且毫无文献 朕正考虑撤掉此人呢 千万别皇上 这人臣用惯了 您还是留下他吧 臣舍不得撒手 你还要跟朕抢人不成 朕听说 你还会变戏法 哪儿啊 雕虫小技 让皇上见笑了 你给朕编编 臣真不会 朕千里迢迢地赶过来 你敢说你不会 臣试试 皇上您看 什么都没有吧 看着 还挺香 皇上啊 其实这点猫腻啊 全在臣这俩袖子里的 您看这个 您看这个 那还挺 您 您这这 这还有这 刘伯温 真是有你的 对了 朕这还有东西呢 来 这是什么呀 是皇后 给大神的贡品啊 多谢皇后 吃吧 我一路上都用暖炉暖着呢 趁热吃 谢皇上 好 味道怎么样啊 韭菜馅的 皇后娘娘做的 臣最爱吃 怎么了 皇上饶命 饶你什么呀 朕怎么不明白 皇上 臣刚才把印有皇上年号的钱币 吃到嘴里去了 臣明白 这是皇后提醒臣 不得妄自尊大 冒犯皇上 吃出个钱币 就这么多的说辞 你倒是真明白啊 皇上 臣在这儿 造像装神的 这确实是对皇上大不敬 但是皇上 能否听臣解释一下 你说 皇上 皇上 臣这么干实属无奈啊 第一 以毒攻毒 你不用这种鬼神之法 不足以震慑王神仙这种小鬼 第二 百姓盲目 他们是被这种法术蒙蔽了 你必须得请出比他更厉害的大神来 才能让他说出真相 知道了 起来吧 谢皇上 坐 那你装神弄鬼这事 效果应该不错吧 确实还可以 臣呢 逼得这王神仙 当着百姓的面 说出他所有行骗的真相 而且吐出了全部的财产 对了 归还百姓之后啊 还做了名册 臣一一登记 请皇上过目 朕知道了 这个账本 足以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还有呢 朕料你 不止就这么一个账本吧 皇上 果然盛名 皇上 这是王神仙 多年一来 与京城高官 往来礼金的戏账 请皇上过目 没有官商勾结 一个江湖小会儿 怎么能做得 如此的轰轰烈烈 这些知府 知州大人 还都很虔诚 这王神仙 还真懂得知恩图报 怎么 这九月五日 某京城官员接受赠金五百两 这名字怎么是孔学的呀 皇上 可能是认识的官员太多 记不清了吧 是忘记了还是不敢说呀 应该是忘记了 什么叫应该是忘记了 什么叫应该是忘记了 那朕要不要刑部 来审审这个王神仙呢 皇上 不必审了 逼供出来的东西 它真假难辨 好吧 这算是你御史忠诚 应尽的职责吧 是 你何时去奉养啊 臣还没回去呢 这是在回家的路上 皇上总得让臣回家歇两天吧 还歇啊 这么大个庙 成天你端坐在那儿 供人朝拜 你还没邪够啊 皇上 被人朝拜的是那泥塑物 您也说了 臣不是趴在上面的土猴吗 这土猴累着呢这个 好吧 那朕就放你假 你先回家歇着吧 谢皇上 这个账本我就收着了 那个你留着 还有 那个钱币 朕就送给你了 皇上 请无论如何转告娘娘 臣谨记皇后的教诲 谨记 原本只想替张小五 打一支小拐 没想到动静这么大 牵连到这么多人 最后连皇上都惊动了 我听说皇上并未追究名单上那个空缺的名字 也没追究胡卫庸对我的诬告 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京城官员两人接受赠予黄金五百两 李丞相第二次去凤阳 是几月几日到的金华府啊 回皇上 奴才记得是九月五日吧 刘伯温呢 刘伯温 你是太聪明了 你不肯直接说出李善长的名字 是主动示弱 做出退让和宽容的姿态 其实是以退为进 以守为攻啊 这一点你我心里都明白 出去 老师 情况也许还没那么糟糕 那怎么才算糟糕啊 非要等御师台的人上门来绑我才算糟糕吗 你偷鸡不成十八米 你捉弄了皇上 皇上把你们全赶出来 和刘伯温一个人密谈 他们谈什么呀 我问您 他们谈什么呀 你不知道吗 大明律 一个官员 只要贪污六十两银子 就要销售市中 可是老师 您手上有皇上的免死铁券 别跟我提什么免死铁券 我是有 可我儿子没有 我夫人没有 我们一大家子老老少少 上上下下都没有啊 是我一个人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啊 更何况 说不定那天我也被你们这帮小人害死 还说要感谢我的提醒 那刘伯温真是这么说的 当然了 他一持出钱币 立马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刘伯温哪 真是太聪明了 皇上 凤阳急报 李丞相患了疾病 正赶回京城 什么病啊 不太清楚 据说是积劳成疾 毒火攻心 你看见没有 又来了吧 就不能毁点别的招吗 你先下去吧 是 他这是怎么了 被吓着了 我还没吓他呢 我 看看这个 王神县口供记录 京城官员往来送礼明录 你好好看看 哪儿有空格的 九月五日 官员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九月五日 李丞相还有胡卫庸 去拜见王神县了 不会吧 擅长可是个胆小的人啊 他胆是不大 但自从有了你的免死铁券 胆子背得越来越大 我想不至于 他肯定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啊 面子软呢 再说了 这上面也没写着人名啊 你看 还要写名字吗 我的密报 每天每夜 每个时辰都跟着 那个时辰 去见王神县的 只有他李善长 还有这个胡卫庸 人家刘伯温多聪明啊 特地不写名字 这就已经显示出高下之分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怎么样 救救你那个下尿裤子的李丞相 我看啊 咱们还是得见见他 我不见 好 你不见 我见 你也不许见 我跟你说啊 以后 你不许再见你那个亲家 你放心 我不去 叫他来 来了我也不见 你见见 你听听他怎么说呀 他要是受别人的蛊惑呢 来了一定会认错的 对皇上还是忠心的 那他要是不认错呢 那 那皇上看着办吧 来人 在 叫李山长进宫面军 是 是 一会儿皇后来的时候 老师您的庄库 越伤心越好 来了来了 来来来来 老爷 皇宫里来人了 是皇后 是皇后吗 不是 是都尉府的人 宣老爷进宫 那 都尉府 进宫 马上 这 完了完了完了 皇上一定是看穿我了 皇后也不救我了 好 实名是那刘伯文搞得黑壮 叫我进宫 这就是要把我抓起来啊 我从此再也回不来了 好了好了 老师 您别着急 如果真要抓你 可不直接派兵来啊 说的是啊 那就 马上进宫 换衣服换官服 不不不不 换衣服 快走快走 快走 别慌 皇上 李丞相带来的 让他进来 皇上 老臣犯了大罪 求皇上恕臣死罪 你先下去吧 是 擅长 你起来吧 有话慢慢说 谢皇后 跪着说 李擅长胆小如鼠 但嗅觉灵敏 以他的本能 他会主动洗刷自己 再一次转危为安 而王神仙 因为神经错乱 被抓进官府 我好不容易 争取到返乡的机会 也泡汤了 要不 皇上又改了主意 招我回京 说返乡之事 在意 他统筑 我好不容易 尽快 能够 作词 那传说 他很想的 我好不过 我好不容易 你也要不过 我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